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凡是后世有名的古代美女皆在周旋之列 亦包括杨玉桓 赵飞燕以及慈禧太后 最终脱颖而出的古代美女为燕兽赵飞燕 看来在中国人心中赵飞燕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其实说起赵飞燕 她的身世十分坎坷 她的爹爹叫赵颖 是汉代公子的家奴 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据说她出生后 一开始就被爹娘丢弃了 丢到了荒 郊野外 但是这把生命力超级顽强 被弃三天 竟然也活了下来 她的爹娘觉得奇怪 想可能是天意吧 那就别扔了 于是又把她捡回来了 赵飞燕收搭一些后 他们家还是很穷 于是她和妹妹赵和德都被卖到了杨娥公主的府中 学习歌舞 成了歌舞机 开始卖校生涯 赵飞燕很有艺术天分 学了一首好琴 跳舞还跳得倍儿棒 赵飞燕原名叫义主 由于她舞姿特别轻盈 看起来像飞舞的燕子一样 所以就改了个一名 叫飞燕 如果说平阳公主之位子夫的福星 那么杨娥公主就是赵氏姐妹的福星 杨娥公主是汉成帝刘傲的姐姐 刘傲是历史上最好色的帝王之一 这一天 她无聊得很 于是来到姐姐杨娥公主家散散心 说是散心 其实就是泡妞 公主殷勤地招待皇上 就让歌姬舞姬出来 为成帝表演助兴 赵飞燕出场了 她勾人魂魄的眼神 轻力动人的歌侯 歌摩曼妙的 舞姿 一下子就征服了成帝 这样的美人成帝自然不会放过了 直接找公主要了她 带回了汉宫 赵飞燕也挺有心眼的 她揣摩了皇帝的心理 当时成帝有雪荒后 班杰余 赵飞燕是个聪明的人 她明白大多数男人在得道之后 舅舅不会珍惜 于是她先使了个欲擒故纵之计 一连拒绝成帝三叶造星 越是这样 皇帝就觉得越有征服感 就这样 把握住皇帝心里的赵飞燕 很快成为汉成帝的宠妃 赵飞燕很快就凭借自身的优势 无人可比的苗条身材和出神入化的武器 牢牢地抓住了汉成帝的心 不久之后 汉成帝就废了自己之前的皇后 立赵飞燕为皇后 成为皇后的赵飞燕 又把自己的妹妹赵和德拉进宫 成为皇帝的宠妃 于是汉成帝的后宫 就成为赵飞燕和赵和德的天下了 然而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载 赵氏姐妹的烦恼来了 他们的烦恼是 一直没有生育 姐姐赵飞燕没有生育 妹妹赵和德也没有生育 生育皇子对于一个嫔妃的重要性 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 都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不为皇帝生个龙子 皇后的宝座就会摇摇欲坠 赵氏姐妹为啥没有生育 实书上是这样讲的 原来他们为使肤色白皙嫩嫩 把一种叫做香肌丸的药丸塞入肚脐 融化到体内 这种药丸确实功效显着 用后肤如宁之 鸡香甜蜜 青春入老 撩人的香气美美 使得流浪方寸大乱 不失品与绝不罢手 然而这种药丸含有大量的射香成分 而射香对女性的生殖机能 有严重的损害作用 而汉成帝为了追求尽情享乐 乱吃补药 导致身体愈加虚弱 最终一病不起 汉成帝病死后 赵飞燕也被渐渐的孤立起来 最后被鼻子杀身亡 想想这么一个美人 最后落的这样一个下场 真是令人唏嘘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